Love from me to you 他说圣经上我们常常提到要背起十架来跟随主 所以服侍的人就想说为主受苦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 不受苦反而有问题 可是受苦没有错 但是你受苦心里也苦 而且苦闷苦毒苦涩 那就有问题了 事实上圣经整个在教导到跟随主来服侍神的很重要的 背起十字架的前面 其实先有更重要的一个 就是你要有权柄做神的儿女 当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 他什么都还没有做 他也还没有背起十字架 他先享受了天父对他说 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在这样的爱的儿子儿女的状态之下 跟天父有亲密的关系之下 接下来你是心甘情愿的来面对这个十字架 而且这十字架你知道 真的是有荣上加荣 美好的盼望 而且是个得胜的确据 所以呢 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在你服侍的道路上 背起十字架 如果你有做的话 我感谢赞美神 因为你是爱神的 但是如果你背得很苦哈哈的 背得很孤单 背得很寂寞 背得很觉得被别人利用 被别人遗弃用了就丢掉 今天求主让我们先暂停一下 暂停一下 先来想一想 其实神给我们儿女的权柄 神是非常的喜悦你 就算你不做任何事 他也喜悦你 而且儿女是跟神的关系很亲近 儿女是知道天父 这个父亲他在你身旁 他会对你负责 他会供应你一切的需要 而且他非常的喜悦 那有一天 他会和你一起来 进入那个丰盛 进入那个得胜的荣耀 所以呢 很宝贵的信息 从孤儿的灵德释放 在侍奉神之前呢 我们要先知道 我们是神宝贝的儿女 儿女 让我们与主一同来背 这个十字架 这样的话 我们不论在顺境逆境 我们都是可以喜乐被爱所充满 而我们的服饰 就是用爱而满意出来的侍奉 感谢赞美主 Love from me to you See you next time